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实担当 瘦了二斤 别人还说你怎么这么胖 你还真是最近 瘦了 瘦了 我都为了王冲老师真是拼了 他跟王冲老师也打了个裸奔的 你再跟大家再同意 王冲老师要听一下 我就不说 我昨天去考察长城了 我真去看了一下长城 那点特别美 找个夕阳西夏的时候 就赌注我再说一遍 如果特朗普遭到弹劾 谁裸奔 王冲老师裸奔 就他的意思他没法 绝对不会被弹劾 你是绝对认为他绝对会弹劾 是这样的 如果特朗普遭到弹劾 王冲老师不仅上次是在我们这裸奔 要上长城 上次是说上了长城 我希望你赢 他先财好 万里长城 金山独庆我都选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最近格子也是对于美色非常感兴趣 一直都感兴趣 特别给我推荐了一个让他特别激动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有一个美丽的模特 不是中国的 外国的 这好像也是个国际新闻 是个话题 本想拍片当模特 却被绑架成性奴 在暗网拍卖 我天哪 这简直具备了所有吸引人的一个要素 是吧 你先看看他什么模样 你看 就是这个姑娘 就这个姑娘 然后你再看 除了在网上发自拍呢 平常也会当模特拍一些片子 是英国人吧 英国人 然后呢 接到了一个拍片邀约 让他去米兰中央车站 然后呢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他原来是一场绑架 他们给这个妹子手臂上注射了一种 会导致四肢无力的药水 然后把他绑起来 塞进行李箱 这不是这个妹子 这是后来这个情景重建的时候 就是这样 胶带绑着 然后弄在这个车后座 两个半小时 他被带到了意大利都陵省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被称为鬼城 有很多度假屋 他就被带在这间 这间小屋 你看 就是 就在被这个地方关了 关了六天 绑匪还拍了照片 拍照片不是为了这个肉筋啊 赎金啊 是为了把它放在暗网上 当性奴 卖掉 拍卖的起价 格子是没法支付的 30万欧元 但我有比特币 他不是用比特币来支付 暗网上都是用比特币来支付的 不一定 现在有几种 而且比特币刚刚分裂了 比特币刚刚分裂成了比特币和比特币现金 然后呢 这个 但是你先说 格子 为什么这个话题令你那么激动呢 有一切这个戏剧冲突的元素 暗网 然后这个性奴 还拍卖 而且我后来 我是看了英国的太阳报 太阳报不是特别可靠的一家媒体 八卦嘛 对 就小报嘛 我们说不像三联生活周刊 然后那个 但是他人又有三百女郎是吧 有的 是他们吧 有的 对吧 结果这个太阳报呢 就弄了个完整的这个人的字数 这个字数里面说呢 说当时威胁他是要卖到中东国家 而且呢 说是那个卖法是一个人玩够了之后 可以当礼物送给朋友 直到这个玩 全部人都玩够了 然后就去喂老虎 哇 为什么要喂老虎呢 因为中东很多土豪喜欢养老虎 对 那为什么你卖 又就要弄死他呢 就是说玩够了之后 没价值了 是吧 当大家都玩够了之后 去喂老虎 这个太阳报说的 还可以留着吗 还有人需要的吗 朋友圈可能不大 但是为什么最后就说又把他放了呢 这个事很蹊跷 到现在我去看各大外媒 警方没有明确的结论 只是说 像这营销号 自媒体都暗示说是这个 有他们的理由是 发现这个女的有孩子 然后他们 两个孩子 对 她二十岁 但有孩子 然后他们到一有道理 就觉得说 我们不去弄这个有孩子的 所以给送回去了 这个有点奇怪 有点蹊跷 是 对啊 那放了 放了他们自己的安全呢 而且还是自己开着车 把他送回了英国住 英国住意大利的大使馆 这个就更蹊跷了 因为一般说 劫匪没这么傻 你看 你看这儿说的 这很有意思 说劫匪决定放了他吧 但是究竟怎么放 这个陷入了纠结 于是他们决定联系 这个经纪公司 然后经纪公司呢 震惊之余 冷静下来 一边跟绑架者 讨价还价 一边报了警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赎金 5万欧元 就跟这个经纪公司 然后呢 这个交易谈成了 放人的时候 绑匪陪着妹子来到英国 住米兰大使馆 准备放他走 结果被警察 逼个正着 我还以为他是自首去了呢 对 就是关于这个 为什么放他 我看这个网上 还有很多的 也是很多的议论 也是认为 这个土匪 还是有慈悲心的 听说是孩子的母亲之后 好像就跟他们 原来的某种规则 不太相符 是吧 就把他给放了 莫非也是道义有道 但是我看这里面 还有两处蹊跷 一个呢 是他这个 他不是留了一封信吗 那个信里面说呢 说我们中间 有一个备受尊敬的成员 坚持要放他 这个我觉得 有可能这才是真正的 这可能是个孩子的父亲 而且呢 还说这个 这个被抓住的人 是一个波兰裔的 也是英国人嘛 说这个人呢 在被抓到之后 承认他跟这个女的 发生了性关系 哦 那就是这两个 心生怜悯是吗 有可能会不安生倾诉 咱们都不知道 下车 对 那你就这个事 就点在哪呢 格泽 我不知道点在哪 我也是被人推荐之后 就觉得师兄弟情深嘛 这种好新闻 都要跟你分享一下 是是是 我也是被他的照片 所吸引的 对吧 但是呢 你们刚才我觉得 就有一个小点 就是说啊 哎 道义有道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咱们不能希望 满街都是摇顺 一夜之间 这个这个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 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呼吁 就是 有种民生节目的感觉 很多时候这个犯罪分子 是吧 哎 我要叫我说啊 就是说当然你是要犯罪的 但是呢 永远都有啊 临头那一点点的一个善念 其实我今天真觉得挺宝贵 为什么 就我这个可能是混淆是非 爱赠 可是我现在经常会感觉到 比如说啊 呃 警察执法 有没有一个自由裁量权 嗯 有的 对吧 比如说我一直记得 就是有一次 我们在这个 去香港机场 这个超速 呃 有个警察 好 他他他 一超速 然后呢 你看 我们给他解释 就是说我们这飞机 四 还有四十分钟 马上就都赶不上了 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警察在这个时候 实际是可以选择 把你扣下来 嗯 或者是怎么 是是是 拦 拦 但是呢 你看 我记得 我碰那个香港警察呢 他 他就会说 好好 那你们快走 你说刷脸了 他认识你吧 不是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认识我 我就危险了 对 然后呢 江警察就 快快快快 快走 甚至于他说 哎 但你们要小心啊 前面还有摄像头 嗯 你你明白吗 你说这种 我我就认为啊 这就是人心一善 就是他虽然他 他有个自由材料的范围 嗯 但是呢 他更知道你赶飞机啊 嗯 甚至我觉得这个警察 可能觉得你还有可能会超速 因为你就你根本赶不及了 嗯 他甚至能说前面还有摄像头 嗯 哎 我就觉得 当然这是这是好的 这是白社会的例子 同样在这个 呃 黑社会里 有些个绑匪也好 小偷小默也好 我真的觉得 有的时候 你让 比如说 人家要是这个 给了赎金啊 你是不能撕票的 对 老规许是吧 就有 有的时候啊 你说是不是 不管是369等 什么样的人 嗯 他总还是一点善念啊 有的时候临头一刻 其实是很宝贵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善念啊 这个我们普通人 或者说白社会 咱们先简单这么看这个事 白社会和黑社会的人 表现善念 给人的心里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说你说这个 你对我好 我就觉得是正常 对吗 你说有一犯罪分子 他本来他想弄死我 他忽然他心生怜悯 把我放了 这这本来我自由就是我的 我反而会觉得很感激他 哎 我觉得哎呀 这这一点 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你得了斯德格尔摩综合征 就是这样的 他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他就是说 也有一些人分析嘛 就是通常在这种情境下 就这种关系里面 会产生两种效应 一个是就是如果 就是很多人被劫持了 就像那个吴京老师 那个战狼那种情境 如果这个坏人吧 这个单独对里面一个人好 那那个人就会对他产生一个 这个这种依恋或者感激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对一的时候 是大概是七天吧 所以左右 是不是有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斯德格尔摩的 这个效应就该发生作用 对对对 有时候你会 就是你不能管那个东西叫爱 就你会对那个 让你失去自由的人啊 反而产生一种感情 这个就就被认为 是斯德格尔摩综合症吗 就算是爱 你比如说一个渣男 他慢慢慢慢 他慢慢慢慢变好了 和你一开始就碰上 是一个好人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还是做坏人划算 划算很多 就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看就成佛了 没听说 就是说你这个没 没想到人 你一直好像当生成佛 因为人家的那个改变的 这个成本高啊 你们不要不服气 成本是被他杀的人在付啊 不是人家从坏人变成好人的成本多高啊 这个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所以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呢 这个本着咱们这个精神 是吧 李晶也是准备把今天的节目 变成一个感谢 他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坏人 我首先 就是因为这一天也聊了不少吧 我首先觉得这个人生真是不容易 我记得以前看过王硕的 一个什么小短文吧 还有我也不知道 现在传的那个王硕太多了 他就是大概的意思 就是人不容易 你在娘胎的时候 没没 就是保住了 你成了一个人了 然后你出生的时候 没被产签加死 然后你怎么一步 没淹死 没淹死 你长到今天不容易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 都是话不理解 我现在比如说看传销 看这个就是什么斑马线被撞倒 我真是觉得哎呀 这个自求多福不容易 但是今天讲到这个 我就想起我以前真是 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 经历一个事情 我真是还感念这个 我永远不知道的这个小偷 为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刚毕业 三个同事 三个女孩住在一个 两居室的一个房子里面 是五楼 然后是一个顶层 夏天特别热 那时候又不舍得开空调 然后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打完羽毛球 我们三个人 然后我都热的 就睡在地板上 而且都是夏天 都穿特别少 早晨起来 那个房间女孩说 哎 我包怎么到厅里了 然后呢 我就是平时特别粗心 我说你还能记得你包是不是 是要在哪的 我说肯定是自己 记不住了 好了 他又说我前班也不见了 我就说肯定是你随便放的 我说你今天 我给你借点钱吧 哎 我怎么知道 我前班也不见了 也没当回事 就上班了 上班路上越想越不对劲 后来他说 我怎么觉得早晨 看那个阳台 不是 就是水池子里面 有那个 就是好像工具 那个油啊 在那个水池子里面 冲不掉的那个痕迹 说到我们都开始发抖了 赶紧上单位找一个男同事 陪我们再回来看 一看那个阳台上几个大手印 我们的包全都不见 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说 你们呢 你们是这个 别 别这个抱怨了 没把你们三个 就是你们三个多回年轻 睡得死 半夜 但非一个人起来叫了 你们这三个人 命都保不住 然后说 这小偷还只偷钱 没干别的 说你们都感谢他吧 我现在想真是后怕 你说但凡有一个人醒了 半夜一声尖叫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 那年北京发生 一个特别大的案子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夏天 有一个人 他隔壁是 是北京一个商店 是玉器一个公司 是八个女孩 租在那一个房间里面 是一个公司租 他半夜睡不着觉 太热 然后就想着隔壁 住着八个女孩 他说闲着没事 干什么 翻阳台过去看一看 这一下 这个邪念一起 被一个人醒了 尖叫 然后他就受不住了 一下把这八个女孩都杀了 就是九几年的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想 好了 我看那个 就是那年夏天发生的 我们当时看了 我们三个人说 感谢这个人 这个 这个严守职业 职业规范 就只偷 就只偷 没有干别的 真是 吓死了 你要说这么说 我都碰见过 你也遇到这种 你知道我们去报警的时候 警察也这么说的 只丢点钱 你们就知足 都不立案 是 我多年前了 我曾经有一次 就是一百米开外 亲眼看着一个人 他这个在烧 他拿一种喷枪啊 你知道烧那个 就你那个玻璃 怎么能砸碎啊 就他就 据说是 还是打火机 就烧一个点 烧化了 烧一个点 烧烧之后 一敲 你这玻璃就碎 我就往这边跑 有眼看见 他把我这包拿出来 就跑 然后呢 我追了几步 因为马路上车太多 我就没追 后来呢就是报警 这个警察就说 你不要追 说像碰这种情况 你包丢了 你追他追到 那个黑的地方 那你可能 他就这个 我就说我碰见过 就是你知道那种 就是掠包的 骑着摩托车 有时候 有一次半夜 也是多年前的 就是还年轻 就是蹭一下 从包拿走 你本能的就追嘛 他本能的不跑 他一看你追啊 把摩托车停下 后座下来一小子 我记得 真的呀 他还想 弹簧糕就出来 就这么对着我 是哪深圳啊 最后在当年 在广州 很多年前了 我就落荒而逃 那你有可能碰上 砍手或者砍脚的 对对对 当年广州那边 还有叫砍手党 不同的村 还不一样 后来那个摩托 都是好像也是因为 这个都被禁了 对对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就是这些犯罪 还真是有明显的 宗族和这个地域特点 说湖南的 没有地图炮的意思 说湖南有的 有的村就是砍手党 有的村就是砍脚党 有的村就是专门开打印店 是 当然其他省份 有些不同的犯罪方式 对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就说这个 有时候临头这一扇呢 哎 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有多大功德 你说 你说感谢 我真的 我特别想感谢一个 我们石家庄的一个小偷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就 我们这节目是走歪了 不是 就是我 我要替我父亲感谢他 你知道吗 就是我父亲呢 你要知道老人呢 你说 丢个十块钱呢 可能就高血压了 这就老人 咱们这个老人 然后 我爸那天就给我讲 就是他去超市 买东西 他提着一个 一个袋子 他提着一个袋子 好 看看 看看 结果呢 哎 突然就就发现 要要买单的时候啊 突然发现 这个袋子里啊 钱包不见了 哎 钱包里呢 有五百块钱 有身份证 还有可能一些老人的 那个卡呀 做做做车的那个卡 啊 没了 然后我跟我爸说 我说你发现没了 你就买不了东西了 哎 我爸说这个 我就在又在超市里 赚了半个小时 你知道吗 我他为什么在超市里 没钱了 闪包偷走了 为什么我爸在超市里 还赚了半个小时 你知道就呆了 老人呢 老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知道吗 就他愣愣在超市里 就其实就是盲人了 再赚了半个小时 他说我就看了 非常大的打击了 对 其实你知道老人 他说非常大打击 然后呢 但是呢 赚了半个小时之后呢 他突然又发现了 钱包在他包里 就还给他了 在他袋子 还给他了 他一打开 里边只少了500块钱 身份证啊 各种各样的证件 全在里头 我就说这小偷啊 你当然说的 我就觉得 就是人品好的 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我说 当然那个公安该打击 还是打击啊 但是呢 仅就这件行为来说 我就觉得 他把这个一个老人的 钱包拿走 你知道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他打开看 要叫我说 扔在垃圾桶附近就完了 他这一高人胆大啊 你想 跟着我爸在超市里 他等于还得找个机会 把这个钱包 丢进去 丢进去 不被人发现 这个是不是要冒一定风险 万一被发现了呢 可能当时也看老爷子 就是可能眼神也不太 对 我想跟你说 我就说你说是不是心中 他也是有 别看他说 他不是好人 但是毕竟心中也有一扇 那你要这么说 我得感谢里斯本的一个角度 我去年在里斯本的时候 在里斯本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条街 然后那个就是佩索阿德顾居 我不知道大家去美国 就是很热闹很热闹 然后呢 我就背着个双肩背 我这个警戒心一向不这么重 就看热闹 这个鞋挺好看 进去逛一逛 还买了一双 买了一双拿钱包的时候 还记得里面有个什么 两百欧元吧 还付了钱 剩了一把零钱 放在双肩背里 然后呢 我到宾馆的时候 可能也就只有几百米的路 还没能进楼梯 这边的信用卡公司 给我打电话 要不我还说 还得感谢咱们这信用卡公司 说你是不是在欧洲 要刷一万欧元 我说天哪 我哪有一万欧元要刷 我说不是我 我说不对啊 刚才钱包还在呢 我就赶紧回来 一看我钱包还在 信用卡不见了 你说他技术高不高 当然 那个剩点零的欧元也不见了 你说这个小偷 你是说是说我太粗心了 小偷记忆太高 就跟着我就等于 把信用卡掏出来了 再把我钱包放回去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这我也得感谢他 我其他都在 就信用卡不在 对 咱们有这个运 真的 我发现我们家人呢 竟碰见好人 就是说 好小偷吧 就我说上次 我就说报警 我那个包没了啊 最后就是我的护照 什么通行证 或者各种各证件 甚至包括信用卡 那个小偷都没要 就扔在发市的路段 那个垃圾桶里 最后清洁工 在垃圾桶里找到了 我觉得这种时候 特别好 就是好人 到处都有 您这节目还能挣扎播 前前翻人情报 你刚好之后见 是吧 人间处处有大 有大 不过严肃起来讲 其实 您刚才说的 就是心存那个一面 其实很多人 在就讲到 那个柏林墙的时候 不是当年 那个翻柏林墙 很多人都要被打了吗 他就是说 要枪口抬高一寸 有的人其实就是 枪口抬高一寸 你有这个执法权 但你最后 还有没有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 我是履行了 但是我这枪口 是偷偷的 可以提高一寸 我觉得这个真是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是非常难的 人性没有泯灭的 一个标志 而且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来我的 就是全民 这个等于说 全民都得有的 因为我们 清想也不会认为 说警察代表了 这个社会的最高线 对吧 全民都会有的 这种枪口抬高一寸 这个意识 是非常强的人文主义的 涵养他会得来的 他不是说 你简简单单 一个兵荒马乱的 一个社会 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这我不相信 那就像那个窃听 叫什么窃听风云 还是叫窃听什么 最后那个人 最后当然 他是也是因为 对那个女的 也产生一种 莫名的那种依恋 但是后来 那个电影的反响 是咱们找到 当年东德 就是窃管窃听的 那帮人 没有这样一个人 一例都没有 绝对没有一例 忠实 这个为什么是很难的 这就是过去 这个马克思讲的 这个人的异化的 这个概念 你这个 咱就说 你不说别的 比如说一个 你就说一个 一个娱乐记者 一个狗仔队 或者一个八卦记者 你知道 他有他的专业主义激情 对他来说 挖掘别人的隐私 就是人生 自我实现的理想 就是当人变成了 一个工具的时候 你会变成另一种工具的人 你比如说 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些医生 那么他原来战前 他是个好医生 这个福威救难的 但是当他进入了 这个体系 你的目的就是研究出 怎么能够多杀犹太人 就是后来 这个阿伦特写的那个人 阿伦特平庸的恶 对 那个审判的时候 就提到这个 我就发现 这个到后来 战后审判的时候 好像也正是凤毛麟角 就只有一个两个 那个人性的觉醒 就是当时有这个 纳粹的这个人 他就是像你说的这种 他没有参与作恶 我就觉得 在当时他们那种气氛下 真的是很难的 一方面的一个人 不可避免的 要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我说白了 我们所有人 任何人都在 都是机器的一部分 对 另一方面 在成为机器的 这个齿轮转动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 抬起头来想想说 我是个人 你就是这一闪面 你不一定做任何事情 你其实这个 人文主义的光辉 就闪亮了 很多 咱们做记者的 就更熟悉了 就碰见很多 危险的场合的时候 一个记者 我知道那有的记者 那是完全的 哪怕这人都快死了 他得奖的新闻照片 在那个时候 你不能说 他是没有理想的 但是他的理想 奔了那个新闻理想去了 可是呢 也有的记者 选择 我不要这个新闻 我也要救这个人 当年普利策新闻奖 有张照片 一个突救 在那等着 那个小女孩死 然后就吃她 那个记者 拍下来这张照片 自杀了 然后他拍完之后 他坐在那抽烟哭 那你这时候 你就知道 他的人文主义 他的那个两者 是完全没有灭灭的 但是这个小女孩 他已经救不了了 他把那个突救赶走了 但是小女孩还是死了 但是他背负着 很沉重的压力 三个月之后 他就自杀了 所以你看 这个里边 实际上是很哲学的 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是一架 机器当中的 一个螺丝钉的时候 你有没有责任 去管这架机器 最后生产出来的是什么 但是对 我觉得就比如说 像在这种什么 像德国 什么这种 咱们现在所说的 什么人道主义灾难 其实很多人 他会归咎于一个体制 说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只是服从 但是你还是能看到 就是我就说 人性没有泯灭 或人性光辉的一些地方 有些人 他还是保留了 这个我觉得 特别难能可贵的 我上次在哪看到 一个很小很小的 一个文章 就提到了一点 我当时心里 真的就是心头一软 他就说一个老教授 他被调 他是什么反革命 学术什么权威 就是给他调的 一个很沉的 很沉的一个牌子 然后是一个铁丝 勒着他在那个底下晒 他都觉得 他都快不行了 然后呢 突然有一个学生冲下来 就踢了他一脚 说你这个反革命 你还有资格站着 就腾下给他踢了 他就跪下来了 后来他就意识到 是那个人 就救了他一命 真的是 是啊 我就说你可以 你说没有人会觉得 如果这个老教授死了 没有人会觉得 我对他负责 就像有一句谚语说 没有一个云会觉得 他要对这个暴风雨负责 就这么多云聚在一起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做一些举动的 我就是觉得 真的 这是我们作为人的 特别珍贵的地方 对 当这样做的时候 那大写的人字 是闪耀 天上漂亮一个字 这都是人 对吧 这都是人 我们的节目终于回归正题了 回归正题了 这个倒下 这个倒下 不能说 得从小偷到好人 我们一开始 谈到什么话起来 就是这个 模特 你还是喜欢谈在这 我希望把这个云联倒下 弄回来 但是我就是说 像这种 临头的这一扇 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人得救的 一个奇迹 雪中送炭